假人糊弄交警,灵活车轮辅助倒车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汽车设计到底有多点? 这段拍摄于1934年的老影像,真实地为我们展现了那个年代,有关汽车的一些辅助设计。 虽今日这些设计并没被采用,但在当年还是凭借一些极具特色的亮点,吸引了不少人的研究。 比如眼前的这一辆汽车,就主打的是可原地掉头,工程师们将该车前部的两个车轮全部设计成为, 可以灵活转向90度的设计,这样即使在狭窄的单行道上,也可以完成原地掉头的高难度操作。 除此以外,它还可以在B字的侧停车位上,轻易地将车辆移出车位,这对新手司机十分友好, 所以该功能一行推出,便受到了当时无数司机的青睐。 虽此功能的确在当时能帮助一些司机轻易地停车或掉头, 但这项设计还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,就是长期使用此项功能, 对车胎的磨损是非常严重的,所以即使它能原地掉头, 但最终还是被消费者们所抛弃,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花哨设计。 除此以外,在当年汽车对行人的保护措施,也没有今日这样的严格, 所以很多司机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后,行人的伤势过重, 他们就会在自己汽车前方的保险杠上, 加装起一种防撞保护设备,以来降低事故后的行人伤势。 所以,在安装好这种装置以后,即便是有行人横穿马路, 司机来不及踩刹车时,该装置也会牢牢地接触行人的身体, 避免更惨痛的悲剧发生。 不过该设备仅限于低速行驶,速度太快也是不行的, 且没使用一次都需要司机手动副位,还是比较麻烦的。 而最后的一种设计,则完全是为了应付当时的交情检查,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石油大开发,汽车的产量也逐年暴增, 当时的美国街道上更是停满了家用小轿车,为了缓解交通压力。 当时的美国交警可是忙坏了,针对那些随意停放的车辆, 不间断地张贴罚单。 而有些司机为了避免被交警罚款,便设计出这种扮人模式的假人, 在停车办事时,将他放在车底来迷惑交警。 而交警为了开出更多罚单,再看到该车底有人时, 便会迅速前往下一辆的围停汽车。 而该车便会逃过交警罚款,车主也可以慢悠悠地干其他事情, 实在是太过狡猾了。